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试调的难题是 所以以太语来说 试调的难题 太语就是 接下来还有一个词就是 今天我们绘画里面会讲到真实的案例 真实是 那就是 确巢公司推出一冲鸡融咖啡 接受访问的主妇说 不喜欢这个味道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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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意思就是 接受访问 接下来的字卡是 不喜欢 不喜欢 是说或是告诉的意思 不喜欢味道的意思 他们回答 那不是真正的答案 在这里真正的答案 太语是 他们不过后说谎 因为在举办试饮的时候 主妇们无法辨认 一冲即融咖啡跟 研磨咖啡的差别 所以这句话要怎么分开来解释呢 安禅老师 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来分开看看 举办 太语是 招聚 试饮 太语是 拖聚 无法辨认 太语是 跃没 一冲即融咖啡 太语是 咖啡 冲 来来 探体 再来是 研磨咖啡 太语就是 咖啡 最后 有什么差别 太语就是 蜜 蜂 带 感染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练习一下今天的会话 问题 该怎么办 拖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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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消费者可能说谎 对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与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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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 拖聚 是的 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关咖啡 接受 访问的主婦们说 他们不喜欢 酥隆 咖啡 的味道 因为 母亲 最大的 并不认为 咖啡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主婦们 大多 并不知 咖啡 的味道 有什么差别 我们今天的节目 又到此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次再会吧 Sawaddi Ca Sawaddi Ca 咖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